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吧?你把赤恩明帶回來嗎? 你不是應該在沙巴處理所有的事 才回來嗎? 你現在帶了炸彈回來 婆婆很不容易才找到方法 過渡這件事 你現在把私生紙帶回來 你又想再刺激她嗎? 我知道,不過她是我弟弟 我現在找到她,難道不理她嗎? 你放心吧,我這次帶她回來 只是處理遺產的事 只要不聽得到我媽媽 她根本不知道你回來 好,處理危機一向都是你的強項 你們全天沒出去就這樣吃房間服務 只要吃房間服務 只要去哪兒呢? 我們來做正經事不是旅遊 那倒不是的 一場來到香港應該到處玩一下 這張卡是給你瀑身的 吃東西購物,簽帳就行了 黑金卡,是不是沒有限制? 理論上是 萬機銀行的,就是爸爸的銀行 雖然很有價值 不要了,你拿回去吧 不要跟我客氣,來,拿出去 那謝謝 你們在這裡玩幾天 我和律師商討爸爸遺產的事 有消息,我會通知你 不急的,是嗎? 一天兩晚有很多工作 行了,我們要找地方去照顧 打發時間 如果有事就叫我 卓先生,媽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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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倫呀 巡色綠野景之艷 耶穌這麼大,你見過沒有? 黑卡又黑卡的特色 沒有黏滅的 我們希望發達了 大三哥,看不看香港的爺王 沒有實話這麼甜 你這樣說,來到香港有什麼爺王 你知不知香港最有名的是什麼? 什麼? 就是購物 永樂, 你看, 有D, 有P, 有C 趕了出也有, 有牌梳, 走 你好 你好 說什麼, 香港真是購物天堂 有什麼有什麼, 要多型有多型 要多貴又多貴 但是要有女兒才行 我們不就有女兒了 先生, 不知道有哪副標題最適合的 不用急, 慢慢看看 不可以 那隨便吧 我…我看看那張錶 Wenae小姐就是戴這款錶的 誰是Wenae小姐? 上次我用她的錶救回你一命的位置 你想買這張錶賠給人嗎? 賣多少錢? 這款錶價值21萬 我以為那張錶是不是真的沒有限量? 你倆的仗是這樣的 那張錶, 這張錶真的沒有限量 這次沒事的 知道了, 你真是長氣的 不是這麼巧嗎? 那張錶? 那張錶, 是不是你們四周來購買 我去找點東西吃, 我來找你 你這張錶也不錯 對不起, 不好意思 你… 是否很驚喜呢? 是怕得彈起, 你來香港幹什麼? 香港的購物天堂當然是購物 購物? 什麼?賣點氣球打算拐帶小孩 你們怎麼看都不像小孩 那你打算再拐帶我吧 你猜我會不會這麼笨? 其實上次我也解釋得很清楚 我是迫不得意才拐帶你 為了表示我的協議, 還沒得你同意 我送了一份禮物給你 什麼時候放下去? 你這樣跟爬手沒什麼分別 你別這麼好死 送一塊鑽石錶給我吧 你又耍什麼? 雖然我家沒錢, 這只有一個兇盒 但是它是代表了我對你的承諾 當我將來有錢的時候 我會賣一隻一模一樣的錶給你 你對我的承諾? 時間呢, 時間可以證明一切 我相信我的承諾很快可以兌現 你相信我嗎? 對你這種人說的信子 我真的怕信一成都會死 你怎麼搞的?在家裡胡亂拍攝 你弄得我心裡 可以弄得你心裡的人一定很不簡單 我想我沒什麼榮幸吧? 不知道你說什麼? 被迴望這麼緊張, 找人嗎? 現在叫你來查案 這麼緊張我的事 別告訴我, 你暗戀我 你的事與我無關 但是如果有些人因公忘私影響工作 那就不太好了, 是不是? 小姐…高先生, 高先生, 高先生 大家謝謝, 你們看看這場 回去和技術部聊天 看看為何設定網上的女廠之外 是 Tancy 高先生, 我想你還是要叫廖小姐好一點 讓我介紹 她就是商場的負責人廖小姐 對了, 我們的場地沒問題了 不好意思 我們商場要進行緊急維修 借不到被你訂銀行錢了 我們之前談好了 不是的, 你沒理由不通知我一聲 就禁錄我的預約 前晚你可以禁錄我的預約 為什麼不可以禁錄你的預約 Tancy 我想我們沒什麼好說 看來追公司不分的人是你 怎麼了?追不到人還氣氣人嗎? 錯, 聰明的人一看就知道 是他追不到我, 老手就成路了 Lucy, 是 是, 回到公司 記得叫女同事戴眼識人 那就就是這樣, 沙 又說香港的寸金赤土 怎麼會有一個公園在家裡? 這裡養老虎也行 是…老什麼虎? 我這個沙寶兄弟, 他見識少了 我不跟我在那邊經常幫有錢人打工 花園也見不少 不過這麼大, 這裡真的很大 爸爸留給你的物業, 就是這間別墅 不過還有一些技術上的問題要解決 這間屋我正在想怎樣送給你 不急的, 我這次來主要是看我爸的足跡 那好, 我帶你去周圍看看 好 遲兩天有記者來這裡替我做專訪 我們將這間屋佈置得很有聖誕氣氛 這樣拍照才會漂亮 是… 放心吧, 憑我們幾個人 怎麼會搞不定呢? 如果真的不行, 我回銀行召集總部回來 搞一定行的 幹什麼事要召集人來? 你自己搞不定嗎? 不是, 我說如果而已 對了, 今天銀行休息的 怎麼不見一元? 他只說有些事要做, 早就出去 這裡的環境, 你看好了 炸公公真是威風你背著腹 我蔡英明這麼大, 爸爸也沒想到 可以得到一間這麼大的銀行 把技術解決之後 爸爸這間秩序就炸起來了 媽媽 憑人 你幹嘛要跟我找一個野仔回來 媽媽, 冷靜一點 媽媽, 你想要我立即不救嗎? 媽媽 要找一個野仔回來 媽媽, 給我一間蛋糕 媽媽, 你聽我這樣 媽媽, 你聽我… 你聽我解釋吧, 媽媽 媽, 你走 不要這樣, 媽媽, 你想拿我這間鋪� 媽媽, 別再置業 媽媽, 她… 你還記住我為山派避下 媽媽, 你聽我解釋吧 不用解釋 媽媽 你這個野仔, 你為何不懶惰跟我 媽… 媽媽, 媽媽 他們沒有溝通了, 撿殺我 婆婆… 這個紀念誇過七年之養的名稱 簡易大風之 你閉嘴 你不跟我說這個壞蛋走 你別以為我做你媽媽 媽… 媽… 你今天在這裡, 任她就沒有我 又來 媽… 不要這樣, 媽… 不要這樣, 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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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其實你現在老當益了 還能行得吃得, 反正就退休了 年紀大了, 轉數沒那麼快 是時候讓年輕人上位了 說起來, 你真的只有兩個心惡的徒弟 一個是我女兒Angie, 不過她當然在英國 另一個就是Carson, 是嗎? Carson是聰明, 不過她是理智營 不夠好玩的, 我也是耳熟你的女兒 是不是真的? 就是找Angie回來舉手贊成 我跟你開玩笑嗎? Joke Sir, 昏哥… Joke Sir, 昏哥, 怎麼越叫越走呢? 我叫你們 你們兩個不要走, 不要走 Joke Sir, 昏哥, 怎麼越叫越走呢? Mil姐 你為什麼這麼害怕, 走什麼? 什麼?我以為是殺手 那你就走 我幫你叫走, 那你就走 你們別說廢話 你別說廢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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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元, 找了我夜仔回來 我要把便術過給他 你們兩個替我討回公道 你怎麼… 你怎麼這麼臉? 你們早就知道的 我… 答我是不是? 不是 什麼是?你先說退休就退休了 是不是?關你什麼事? 退休和是有什麼關係?你真是… 說這種… 你… 你告訴我 你說什麼, 你嘴巴一天找到我兒子 當沒事發生, 你走一點 不, 我說你… 我問你 你等我, 以後當沒事發生? Mil姐 我當時說是那時候嘛 誰知道那個一元 來找他回來就行的 Mil姐, 你閉嘴 你還是幫兇 好, 我現在給你機會操公補過 你替我出禁制令, 給我野仔 不讓他拿回家屋 怎麼搞的? 這張遺囑是根據合法程序定立的 有什麼理由出禁制令? 我是卓崇熙的老婆 她的所有事情都是我的… 是 這間屋是阿Key哥 交給一桌舍托管的 你問他吧,是呀 我不管,她家屋一桌一桌 你放棄,別跑了,我不管 我不管,勝利你們倆這麼久 我要故意寡婦 你搞定她… 我勝利你們倆 表姐…你別這樣,我沒得見 爸爸,你怎麼這麼吵? 沒有…她在電視機吵架 對了… 怎麼了?Angie Angie 我回家了,我家了 你回家了嗎? 是呀 還回家了嗎? 那以後聖誕節才回來呢? 說明明早點回來 Angie… 是不是Angie回家了? 我要見她 Angie,你好 Angie 你在羅上?Angie Angie,你去哪兒呢? Angie Angie 很久沒見了 怎麼樣? 先看清楚,我女兒瘦了一點 我覺得你高了 你漂亮了一點 我都說在英國那邊沒什麼好伙食 天氣潮汐, 當然是這麼久 幫我吃肥一點 你怕什麼?你女兒有陽光氣息就行了 好 伯母師傅, 你來了 Angie… Angie… 伯母, 伯母, 什麼事? 誰欺負你?說我聽我替你報仇 Angie, 現在全世界都在欺負我 誰欺負你, 告訴我 她娘 對, 現在全世界都在欺負伯母 Angie, 阿爺畢竟是看著你長大 你自小我買衣服給你穿 買玩具給你玩 現在唯一可以幫我的就是你 好…那你想我怎麼幫你? 我想你幫我, 跟他們倆打官司 阿爺, 你怎麼樣? 我送一輩子回酒店 媽呢? 還沒回來, 一心正好打在警察 什麼都沒說就先收下 臭小子, 你老老實告訴我 有沒有在外面藏著女人 刪了幾件出來? 你瘋了嗎? 對, 在這時候按三、按四 你這些男人沒有一個靠得住的 好像熬老火湯一樣 熬在一起不放不滾 直接滾到捨不滾 大總管, 你打死也不承認就行了 我真的沒有 我還以為我爸爸是天下第一好男人 這個世界根本就沒有不吃魚的貓 是, 你不要在那兒火上加油, 行嗎? 你在說什麼? 媽媽知道爸爸有愛怨已經整套火了 你還去沙巴裡帶一個師生子回來 你說我火上加油 我說你根本就在那兒引發世紀大爆炸 你別說你大哥了 他怎麼知道去到那裡會碰到婆婆 阿嫂, 不是他不聽人家說 一意孤行去沙巴的 媽媽會離家出走嗎? 爸爸當天已經錯了 你現在還要延續他的錯誤 拿把刀來插媽媽 夠了, 現在不是追究責務的時候 現在是解決問題的時候 說到底他也是你同乎義母的哥哥 爸爸有錯, 我有錯, 但他也沒有錯 要是你要打要罵的, 我受罪就行了嗎? 奶奶 奶奶, 奶奶 奶奶, 你不是來家出走嗎? 這個家是我的, 要走就不是我走 媽媽, 其實… 不用說 祝Sir和薰哥已經跟我招工了 我現在很清醒, 有了決定 我要維護所有屬於我的東西 我決定打官司 禁止野仔拿到別墅 禁止他們分我們卓根一分一毫 好, 又不能打的 媽媽, 繁衛終於生效 那間別墅已經不屬於爸爸的財產了 你就算是他老婆, 也沒權過問 Angie不是這麼說 Angie回來了嗎? 是呀 不遲不早 當我需要他的時候, 他就回來了 所以我決定找他做我的代表律師 媽媽, 你不要拒人所難 你這樣做根本走不通 不是走不通 是你和我的立場不同, 無法溝通 好 好, 我現在給你們表態 誰支持我的就坐在我這邊 搞分化, 好想感情 你懂什麼? 我從第一天就已經在媽媽這邊了 還是拉女拉心哥 我早就說生女好 我們高高姐姐, 情如姐妹 我當然是支持你了 你打算躲到哪裡了? 是不是今晚想睡沙發? 老婆, 得罷了, 媽媽, 自己收拾 老婆, 事急的 老婆, 你們別這麼容易用事了 老婆, 你無緣無故撿個野仔回來 就不是耳用事了嗎? 你是我懷胎十月生出來的臭小子 現在手指咬出不咬入 媽, 我不是坐過來你那邊 就可以解決問題的嘛 問題就是我生了你的五翼仔 幸好現在這麼多人站在我這邊 我不管那麼多 要少數服從多數 我告訴你 老婆, 這宗官司就算打到終審法院 我也要打到底 我愛你每天都沒吃過東西了 我煮麵給你吃 吃不下 我真的很想問你 你是不是很認同媽媽打官司? 不是 那不然你就不要助長的氣焰 你應該和我站在一起圈 她不要打這座官司才對 我當然不同意你去沙巴 但我有沒有阻止你? 我沒有,是因為我明白你的感受 所以我尊重你的決定 同樣我也明白婆婆的想法 所以我尊重她的決定 你一向都有你自己的道理 你倒進你媽媽想想 一堆事對她幾十年的老伴 突然離開了 然後突然被你發現 她對你不忠,還有私生子 這麼大的打擊,誰受得受? 這個時候女人不需要說道理 是同情和支持 你看看得這麼通透 明顯只有我這個做老公,很沒智慧 你怎麼會沒智慧呢? 你只能騙我當你太太就有自慧 答應我,無論這宗官司打成怎樣 不准影響我們兩個的感情 當然 對了,你對於婆婆找Angie打官司 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我想找Angie談談 你們… 這杯佛首金紅茶是皇室貴族的名茶 你試試看 那女兒沖給你爸爸喝,當然甜得入心 你以為有機會沖一杯給Miu姐喝 順口的電影就好了 其實我真的沒想過跟她打這宗官司 一來我不喜歡你家事 二來這宗官司根本不能打 不過昨天她這麼激動 誰敢推她 Miu姐的皮疙瘩都很古怪 那個別墅對她來說算是什麼? 很明顯不是金錢上的問題 是她感情上接受不了這件事 希哥又疼老婆,又顧家 在外面有個女人很閒 比其他伯父 在外面滾到不會回家 如果將來我老公怎麼辦? 那怎麼辦? 你怎麼同?你是十傳十味的 如果儲了你更瘋,對那女人 你肯我也不肯 你真是很雙重標準 那倒是,你這麼疼我 怎麼疼得我被人欺負? 知道嗎? 你媽媽疼得早就疼你 我就疼你媽媽那份 真是乖 活該,我特地訂一份聖誕禮物給你 過來… 真是挺有趣 這就是我專程帶回來給你的非洲炮龜 有她來陪你玩,你不就不用悶了 她怎麼剛才這樣做 就找了龜陪爸爸怎麼辦? 你有沒有想過回來香港工作? 實在 現在跟了Merva怎麼做 早點結婚,關上個兒子 你一次問我那種問題 我怎麼回答你? 你是不是剛才在拍拖拖? 這個問題…不好意思 Marcus,喝東西? 好啊,好,待會兒見,再見 所以無緣無故又打電話給你 怎麼不太刺激了 爸爸,你有沒有聽過 和尚名的女人過河這個故事? 什麼? 就是說放下了很久了,喜宜 是嗎? 還記得我喜歡喝什麼酒 我們是不是十幾年沒見 你不是以為我這樣也不記得嗎? 你不是沒有記性,你只是不更新 我最近喜歡喝澳洲的特色 是嗎?我們換個而已 不用,有時候畫面過去也不錯 不要 怎麼這麼像? 可以說遲到嗎? 不要啦,我幫你約了 買禮物給你而已,小P 漂亮嗎? 謝謝 怎麼了? 對不起, 我想我今晚不可以陪你 Cony回來了嗎? 回來了幾天 你到底有沒有跟她說我們的事? 你下個月就結婚了 你打算什麼時候跟她說? 你給我一個日子 你是不是不需要跟她分手? 我明白, 原來你一直沒想過跟我一起 Angie 放手, 我們分手, 你以後不要找我 Angie… Angie, 你在想什麼? 放心吧, 我沒答應Andy 幫你帶一場公司的 我也猜到了 不過我反而想你答應她 做她代表律師 我媽媽是最清楚的 她現在火不火錄, 誰勸都沒用 你不答應她, 她也要找另一個律師 到時這件事會越搞越大 所以你又想我表面上答應她 然後就找機會安撫她 遊說她, 庭外和解 每次都是這樣的 我沒說完就被你猜到了 那我真的和你夾一夾, 應該怎麼做才好 那你只要答應幫我 如果我不幫你 難道真的要幫伯母 和爸爸和師父打對台嗎? 那就謝謝我 來 其實我和Cony談過, 媽媽最捨不得的就是這間必須 因為我最高興的 不如就送到妹妹給爸爸, 給爸爸 好 媽媽, 那你送我的送帶禮物給爸爸 我想不到, 你幫我想一下 這樣也有 Angie Honey 是你嗎? 是呀, 這麼巧 Angie姐姐 Angie姐姐 沒見過一年而已 一個就漂亮了這麼多, 一個就高了 你媽媽吃得這麼開心 你是不是去購物呢? 是不是買勝責禮物給爸爸? 是呀, 我也是, 不如一起走吧 好呀 好呀 對了, 有件事我想問問你 什麼事? 老婆, 今晚辛苦了嗎? 我少睡一晚好閒 不過你最近一直受媽媽的氣 你辛苦一點就真了不起 幸好Angie很幫忙 我想這件事很快會過一段落 希望如此 是呀, 我今天逛街遇到Angie 是嗎? 是呀, 誰呀? 媽媽 媽媽, 走開… Colly, 你不用衝了 報警我搞定, 快進去入哥 不然那群人都睡著了, 來, 走 老娘, 你怎麼做人師傅? 令徒弟你勸不住 你怎麼做人家老爸? 連女兒也勸不住嗎? 老實說, 我不想你女兒接這個案子 我也不知道女人怎麼想 女人幫女人就是本能 那些認同三妻四妾的花心蘿蔔 你怎麼會理解呢? 一心 媽媽說的, 我的關係很正常 手指咬入肩沒有反骨 不過哥哥的就要檢查一下 這樣嗎? 你們別這樣, 一人小句 事情快點結束 媽媽 媽媽 婆婆 請坐 不過我們十幾年好姐妹 謝謝你拋開做律師的理性 感性地站在我們這邊 我不會令你失望的 媽媽, 安姐不是跟你解釋清楚了 整件事不需要打官司的 不然怒敏雙場雙感情 有什麼事跟我律師說 在這裡我不會直接跟你對話 美女姐, 別找我女兒來做禍心 我安姐來了一位 各位, 今天我代表我當事人 常開媚女士 向卓崇熙先生委託董天竹先生 托管的物業 提出嚴正的抗議 抗議交由卓一明接收 若然董先生今天不停勸喻 我當事人將會入稟法院 申請禁制令 禁制董先生繼續托管這座別稅 安姐, 你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和我媽媽一起互鬧? 卓先生, 請小心你的措辭 我當事人親為卓崇熙先生的遺商 他為了維護先夫的故居 不落入他人之手的絕對合情合理 那間別墅是卓老先生 和常開媚女士結婚之後買的 在法律上是屬於夫妻共同的財產 但是當日卓老先生未經常女士同意 就擅自將別稅撥入遺囑內容理念 所以在技術上 我當事人絕對有權向法庭申請追討業權 Angie 而你… 卓先生 身為我當時的親生兒子 竟然幫一個完全跟你媽媽 沒有血緣關係的人 你也和他作對 簡直是大逆不動 完全沒有理會你媽媽的感受 所以人情道理上你根本不適合 Angie, 我很明白婆婆的感受 但你作為她的代表律師 是不是有責任告訴她 這場可能是一場持久戰 除了會虛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之外 最終可能會落得兩敗俱傷 卓太太何時做了董先生的代表律師 說法律, 我比你熟悉 但你那天不是這樣跟我說的 因為我看到事實的真相 我看到一個不孝子 亂同愛人來謀奪親人的財產 作為兒子和媳婦 是不應該借助忘婦的私生子 來捉路母親 所以我有理由懷疑卓先生你們 可能或者有意無意借這個藉口 來激死我當時人 謀奪她所有的財產 你會不會覺得誇張了一點, 好嗎? 總之這場故事我一定要打到底 所以一切有可能的懷疑 我都會搬到法院 我不管到時候的八卦雜誌 亂寫什麼也好 務求我要贏到這宗官司為止 你有話想說就說吧 別想想拋鎖, 好嗎? 開始很喪智 你和Angie到底說過什麼? 我和她說過什麼? 我本來和她協議了 她答應我盡量恨輔媽媽 不要打理這場官司 但為什麼現在她的態度 一百八十度轉變了? 你以為我和她說過什麼 令她反口, 造成剛才這樣的局面? 我不知道你和她協議說什麼 你也沒有跟我說 我昨天遇到她 只是問她是否接受你的建議 做媽媽的律師 她說是, 我就是說了那麼多 你以為我和她說過什麼? 你有事找我? 我想告訴你, 一緣不是對你這條心 你回英國探親的時候 她立刻跟一個女孩子拍拖 那個女孩子是誰? 是我女兒Angie 是嗎? 生我前, 你走了沒多久 她要和Angie在一起 Angie相信你和她分手 她說被她騙了 那臭小子一腳踏入船 幸好女孩子聰明, 抽身都快 那臭小子就傷了我女兒 一會兒就和你結婚 那她們不停日子 無情無疑, 你就嫁給她 你再一次, 再一次 想清楚了, 快點 立刻她… 我想你誤會了 三個月前, 我和Marcus 的確是因為小事吵架了 我一生之下, 跑回英國探親 我想Marcus是想利用Angie來激嚇我 什麼? 後來我們已經沒事了 Angie的事, 我應該替Marcus和你讀協 那個臭小子, 一直把她當成棋 那是你, 我願意 既然這件事已經過去了 如果再說, 就對Angie再傷害一次 我想朱sir你也不想的 在裡面那條小子, 我不想再聽了 破張年, 你是否願意嫁給卓的緣 為你合法丈夫 無論生老病死, 此治不如 我願意嫁給卓的緣 我命裡, 結不出因果 真假現場暈何也在害 是否認識我? 你請我跳的第一支舞吧 是嗎? 對不起 其實應該是我說的 我不應該因為媽媽的事 讓你發脾氣 你知道我為什麼願意嫁你嗎? 不是因為我英俊有型 是因為我真的只喜歡你一個 你知道我昨天遇到Angie的時候 我只和她… 不用說了,我相信你 知道Angie為何突然那邊主意 我應該問她,而不是問你 進來 大少少奶奶,董小姐來了 在花園等你們 謝謝 對不起,不好意思 我剛才送給Angie去做SPA 馬上趕來給你們解釋 剛才真是非常不好意思 我只是迫不得已才這樣做 你們千萬不要誤會我 反過來不幫你們 這件事究竟是怎樣的? 坦白說,其實Angie為何不可理喻 是這樣的,Marcus就找過我 他就提議議錢回屋 因為現在你們的別墅屬於爸爸托管 如果你想保住這間別墅 只要用時間買回它,就可以和解了 我不接受 那就是等於分錢給那個野仔 Marcus願意出錢 其實Marcus很在意你的感受 他知道你很緊張的那間別墅,所以… 他砸個屁 如果知道我的感受 就不會幫著野仔 好…Angie,你先別那麼激氣 最多我幫你尋求另一個方案 你現在最重要的就是靠下 不要激動,好嗎? 我知道我不理智 我知道我橫無無理 那要不要反過來 我和野仔叩頭認錯 我現在是崇姨對不住,我才是受害人 想起當年我們創業的時候多艱難 我跟你叔叔 每天三七一喝滾水,啃麵包 我都沒有半句怨言 好了,現在發達了,有財有勢 就去外面滾女人,殺了野仔 我真的懷疑他到底有沒有真正愛過我 有,當然有 要不然他也不會回到你身邊 不過有時候男人在不同階段 會愛上不同的人 總之,我不會接受這個烏點 我也不會接受這個野仔 別說家別墅 就算一個人我都會分給他 好,如果連你都不肯幫我 我去找個別人 不要…伯母,伯母,別這樣 所以我還把事情說得 又這麼嚴重,又這麼嚴重 其實我是想嚇嚇伯伯母 我希望他念在你們母子之情 不要把事情搞大 Conny,我知道我剛才真的過分了 所以我現在斟茶向你道歉 我不喝 我喝了就說我有生氣過你 你只是演戲而已 要不然你這樣罵我們 媽媽怎麼會相信你是真心幫她 你們明白就最好了 我多怕你們把我當作是仇人 大少爺,大少爺,太太回來了 阿姨哥,我先走了 要隨時供付費 我帶你後門走 沒事吧? 沒事 真是想不到那隻大嬸 這麼兇死,整個花瓶扔過來 否則避得快 你真的替我收屍,嚇死異鄉就行了 大沙波 如果他一直處於更年期狀態 我看你也挺難搞得他 你還行 更年期也有期限,給點時間想想 乾想很悶 下去酒店底下問問人才行 酒店的人懂得更年期嗎? 問問香港哪裡好聊,走吧 還不行,我先切拌好 快點,不等你了 這麼大人,毛也沒生氣 我先走了 你是蔡一鳴嗎? 他出去了,你是… 我是蔡崇熙的女兒,蔡一元的妹妹 他什麼時候回來? 他沒說下 我是一鳴從小玩到大的沙波兄弟 你有什麼話說下,我告訴他 你跟他說,叫他開我隔離 一千幾百萬,我沒問題 我就當是送我溫辰酒 一千幾百萬,港幣嗎? 有條件的 叫他收了錢之後,要馬上離開香港 從此和卓家斷絕任何關係 這張我的卡片叫他打給我 香港的女生,惡事能登,八字傻 又是他? 我真的要走 那也不走 他回來了 對不起… 還不讓我追到你? 你?你追我嗎?不用追了 我們是天沙隊,有緣吧 我是說追你賠一隻錶給我 你以為上次給我胸殼就算了嗎? 你放心吧,這隻錶 我一定不會賠給你的 是嗎? 是嗎? 好 偷東西,有人偷東西 Sir…有人偷東西,這裡… 什麼事?小姐 Sir,他偷了我吃戒指 札霍天然環境優良,一點污染都沒有 海鮮當然新鮮好吃 價錢還比香港便宜 如果想帶你回去和親朋戚友分享一下 可以怎樣做 這裡還有急凍海鮮的服務 遊客最喜歡的是老虎蝦、蝦 東星斑、琵琶蝦和海森辣 這裡也流口水 要什麼錢 我要兩份 我要三份 老闆,謝謝 小姐,小姐,小姐 小姐,小姐,小姐